他们是入役裂编的活装备 他们是身负特种任务的特战兼兵 他们有着哪些显为人知的作战效能 如何在人力难及的危险环境搜爆排险 又通过怎样的科学手段训誉而成 军事科技带您零距离直击军犬训练第一线 探寻特战神犬的隐秘内情 1942年7月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斯大林格勒战场上 苏联军队用500条鞋弹拳组成了4个反坦克军犬连 每连有125条受过特殊训练的军犬 作战时鞋弹拳带上炸药取同敌人坦克拼命 共炸毁德军坦克300多辆 约战整个斯大林格勒防御战役击毁德军坦克总数的三分之一 对战役的胜利起到重要作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美军也使用了大量军犬 即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战斗序列中就有465条军犬 这些军犬在太平洋战场和欧洲战场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探寻军事科技奥秘 纵览世界军事风云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准时收看军事科技 说到军犬 大家一定不陌生 作为人类最早驯服的动物 古今中外几乎所有的战争行动都有军犬参军参战 即便是在信息化条件下的今天 军犬作为正式列入军队编制的活装备 不仅仍然大有用武之地 而且作战功能与适用范围也在不断的扩大 除了执行巡逻搜索警戒和抓捕任务之外 还出现了一种能够执行特殊任务 经受特殊训练具有特殊本领的特战权 那么这种带着这么多特资的军犬 究竟有什么与众不同 他们又是怎样训练而成的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到东部战区某军犬训练队 去见识一下这些军犬明星的拿手绝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是位于南京近郊的一个综合训练场 在这里进行的是一场特种作战演练 然而参加这场演练的阵容却与以往不尽相同 不仅有全副武装的特战队员 还有他们身边的这些无言的战友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特战犬吗 远远看去这些特战犬与普通的警犬军犬似乎没有什么不同 然而细心的观众也许会发现 这些被称为特战犬的几乎都有着有黑的皮肤和竖起的耳朵 那么他们都是属于哪一类犬种呢 那我们一般以德国牧羊犬和马里诺蛙犬为主 特别是马里诺蛙犬 它胆量 弹跳力 胸膜性都特别好 它对这个枪拉 枪声 炮声不会采用恐惧的 说到胆量 弹跳性 胸膜性和对复杂环境的适应性 这些可都是军犬所必须要具备的基本条件 犬的肌肉发达 骨头多达225块 这是其身体强壮 具有极速奔跑的能力 犬的嗅觉灵敏 它的嗅觉细胞有2.2亿个 实际嗅觉能力高于人类100万倍 犬的扑咬凶猛 瞬间的冲击力和撕咬力 可以达到体重的8到10倍 正是凭借着犬的这些先天优势 人们训育出了一支支优秀的军犬 不过仅仅拥有这些本领 还远不能成为特战犬 那么究竟什么是特战犬 在军事科学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 为什么还要训育特战犬呢 外军的特种驻载应用当中 它把军犬用于特种驻载当中的侦察任务 专门用军犬来捕获金 它在很多特种驻载行动中 现在都携带军犬 发达国家的特种驻载应用 也给了我们一启示 所以我们军队从前年开始 我们就也开始在做手研究 把军犬用于特种驻载 依托德木和马犬的自然特性 在经过科学的训导和培育 极大的开发出了军犬的潜能 让他们逐步地掌握了一般军犬 所不具备的特殊本领 并集多项功能于一身 在配合特战队员完成 特种作战任务时 特战犬既是一名能够洞察敌情的侦察兵 又是一名胆大纤细的排雷工兵 更是一名深入陷阱的爆破手 那么特战犬是如何完成 这些艰巨的任务的呢 在生活中 我们随处可见的巡逻犬 缉毒犬 在各种重大活动中发挥的作用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汶川地震中 警犬更是出色地完成了 巡逻 安保和搜救的任务 而今天我们看到的特战犬 不仅能完成侦察任务 更能以远程画面的方式 告诉指挥员他们的所见所听 那么侦察这个科目呢 在特种作战当中 军权运到的概率是百分之百 就是它的使用率是非常高 比如说在茂密的森林 在地下通道 就很多地方高楼 这些能不能进过去的地方 而全能够达到 那么它能给我们传输更多的信息 特战犬执行侦察任务是 不仅可去地方多 跑得快 而且信息传输的速度也非常快 那么这只不会说话的军犬 是如何在第一时间 把情报信息传递回来的呢 秘密就在军犬身上的这个 神奇的小装置 我们这里面 就是犬身上带了 有一个五线的射下头 它可以把传输到的 引下传输到训练员的头盔 也可以传输到我们的指挥车上面 那么它可以根据训练员的 远距离遥控指挥 指挥它远距离去增长 可以实现能做不到的 实现不到的东西 能获取敌人大量的情报 据科学测定 犬的嗅觉位于动物之手 训练有素的工作犬 可以分辨九种爆炸物的气味 对气味的辨别 可以说是军犬的看家本领 而特战犬的排雷扫雷 则可以说是他们的独门绝技 一般在敌人的指挥机关 或者说手脑锁在地的外围 它都会设置雷厂 用作防御 通过它的修论 我们特战队员跟进 它完全可以支援出一条安全通道来 这样能介绍我发人员的上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事实上今天的作战演习 是模拟了这样的场景 特战分队激将深入敌后 首先由特战犬协同抵近侦察 在侦察了敌军的指挥部后 循迹追踪发现了敌人的碉堡 而在碉堡前方 是敌人早已埋设好的雷区 特战犬需要带领特战队员们 探测排雷 随后独自背负炸药包前行 并炸毁药包 在枪林弹雨中 特战犬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那么在我们大呼过瘾的同时 也感到十分的好奇 这些特殊的本领 特战犬们究竟是怎样练成的呢 小长青今年六岁了 是一只玛丽诺拉犬 在军犬队 训导员会根据犬的不同品种和个性 来决定他们所要担负的工作 有些犬依赖于地面上的气味 而另一些犬则对流动空气中的气味更为敏感 由于长青的嗅觉极度敏锐 决定了它成为了一只碳雷犬 然而无论是什么品种的犬 对于地雷 它们是从来都不喜爱的 首先雷对球犬来说 它不喜欢 它不是它喜欢的物品 那我们开始可以拿球啊 或者拿它喜欢的东西 跟雷放到一起开始训练 找到雷的 找到球它喜欢的物品的同时 也可以发现雷 这样可以就是 以后它也会对雷产生兴趣 闻到雷的气味 就会找到 就会想到有奖励 或者它喜欢的东西 让长青对地雷敏感 只是第一步 实际的战场环境千变万化 军犬需要在各种环境下 都能发现地雷 而在所有的场地中 由于沙地的密度性很高 密封性很强 地雷在沙地中 气味散发出来 所需要的时间很长 散发出来的气味很少 所以对军犬的要求就更高 难度更大 那么训导员又是如何克服这个困难的呢 比如说我们可以把细杀 跟我们的石子 插合到一起 然后让犬先锈到 慢慢的过渡 一开始的从两厘米开始埋 到我们慢慢的过渡到三厘米 五厘米或者十厘米 随着深度的加深 我们的石子还是那么多 当犬的能力对十厘米已经能发现的时候 我们的锈利也就训练成功了 随着科技的发展军事装备的进步 人们已不再满足于 只利用犬自身的优势来参与作战任务 而是将高科技装备与犬结合 从而使犬真正变成了一个身怀绝技的超级战士 在实战条件下 有时训练员看不到指挥现场的实际情况 但是指挥所通过测载指挥系统 能看有效的看到现场的情况 从而直接通过指挥面板上的口令 对军权实施指挥 这样实现指挥员 军权训练员 军权实行三方通联通指令 他们是入役裂编的活装备 他们是身负特种任务的特战兼兵 他们有着哪些显为人知的作战效能 如何在人力南极的危险环境搜爆排险 又通过怎样的科学手段训育而成 军事科技带您零距离直击军权训练第一线 探寻特战神权的隐秘内情 2012年 这支军权训练队的军权探雷项目 被评为军队科技进步三等奖 在此基础上 他们又开始了一个更高更新的军权训练项目 让军权不仅能够排雷 还能够实施爆破 可以说这是对特战犬忠诚和勇敢的双重考验 在演习中特战犬用嘴拉开导火索的瞬间 让所有人都捏了一把汗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爆破这个科目主要是展示军权 忠诚勇门的特点 它主要对一些结构的攻势 假如说在有敌人的火力干预下 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服从训练员的命令 哪怕前面有威胁它也会冲上去 我们就是借助它这个特点 来打击极人的一些结构公司 或者重要目标 普通军权的训练 大多是弹跳 坐跑等常规训练 而想成为特战权 除了需要更凶猛的品种 更高强度的体能训练 还要面对更危险的作战任务 而在平时的训练中 受伤更是成为了家常变化 那么在一个个惊险的训练项目背后 又有怎样的故事呢 它拉了之后 它冒烟 它害怕 害怕之后它就 犬就在那儿就看着了 那就很危险 那万一 它回不来了 那炸了之后 那把犬也炸伤了 这种情况也出现过 以前我去那条犬也是也出现过这种情况 炸伤了之后 最起码要一到两个月 那个犬 它就不太敢 它就不太敢去嫌疗炸药包 也就是对这个形成的意志了 对于特战犬来说 将炸药包送到指定地点并不是什么难识 但将炸药包放好后 引燃导火索就成了一个难题 鲁鱼犬的嫌取欲望非常强 对炸药包的欲望会超过对拉导火索的欲望 普通军犬或许也可以轻易地将炸药包送达指定地点 但特战犬要面对的是克服自己的欲望 主动地拉动导火索 平时我们训练的时候就是有炸药包 做好之后 然后在炸药包上放个球 放个球 球上面把拉火环放在一起 把球固定在拉火环上 这样的话我们大多数的犬就是对球的欲望 超过炸药包的欲望 他就会拉了之后就会回来 这样的话他对他下一步就送炸药包 然后放炸药包 先球 然后这样的话就一套就成功了下来 军犬既是士兵的战友也是他们的伙伴 军犬为人所不能 他们的无畏精神也令人感佩 军犬一般在两周岁左右 就开始执行第一次任务 很多情况中 军犬与训导员共同执行的任务 是在陷阱四伏的道路上探路 或者进入建筑物内部 搜寻路边炸弹以保护战友 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我们之前那条犬呢 就是因为训练之后啊 就是犬蹦跳啊 可能过度了 造成它胃扭软 就是没有下的食物 它就死掉了 当时我常常很难受 那条犬之前叫马仔 本来我想这条犬也叫马仔的 因为我那条马 就是那条马仔呢 就是它的训练成绩也是非常好的 所以说这个我对那条犬的感觉也是很深的 希望它这个 我现在这个犬呢 能像那个以前那个马仔一样 发挥它最大的作用 尽管时间不断推移 世事不断改变 但犬是人类最好的朋友 和最忠实的伙伴这一点 却始终没有改变 在世界各国的军事力量当中呢 有一只数量呢 虽然不大 但是呢 作用地位和十分突出的武装力量 这就是军犬 那么尽管呢 现在的科技呢 在高度的发展 但是呢 军犬的它这种地位和作用呢 应该是不可替代的 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 有无数故事表明 犬对人类的忠诚 他们勇于现身 英勇顽强 正是这些优良的品质 使犬在战争时代 不仅是人们珍惜的伙伴 还是人们最好的朋友 那么在未来战场 特战犬还能完成哪些特战任务呢 随着军犬科技的不断的发展和完善 实际上我们军犬的技术 正在日趋的成熟 军犬它本身的潜能 也正在被充分的挖掘 那么我们国家的军犬事业呢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 已经走上了一个科学化 和系统化发展的轨道 那么军犬呢 无论是在边海防的巡逻 重要军事目标的警戒 包括呢 反恐防暴 安全检查 还有呢 灾害的救援等等 诸多方面 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自古以来 军犬伴随人们上战场的历史 由来已久 时至今日 军犬经过训练 仍然用于在极难险重的环境下 执行各种任务 从侦查到追踪 从探雷到爆破 即便是最耐用的机器 也会有产生故障的时候 而军犬 除非他们老去 也绝不背叛主人 如今随着各种高科技的发展 各式各样的新装备 不断出现在战场上 但不论怎样 军犬永远都是军人 最忠诚的伙伴和朋友 好的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想获取更多的军事资讯 欢迎登陆中国军事网 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央视军事科技微信公众平台 观众朋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他们曾是天空中的精灵 战场上的通信兵 屡见其功有何绝窍 在战争年代 他又获得过哪些战功 敬请收看动物骑兵总动员